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采访袁龙平院士时 问起了是否考虑休息的话题 他说 休息就会没有事做 没有事做便老年痴呆症就麻烦了 现在我加减乘除还能算得出来 在场的人都被这番话给逗笑了 如今 年近九旬的袁龙平最开心的事情 还是夏天 袁龙平的四条养生经验 袁龙平院士还说 健康的身体 要从好的生活习惯开始 除了乐观的养生之道外 他还有四条养生经验 首先 坚持戒烟多年 袁老袁先觉得 吸烟是一件乐事 后来十日一久 就感到气管不舒服 痰多 并有点气喘 于是为了身心健康与科研事业 才决心彻底戒烟 吃完饭是最忍不住想抽烟的时候 想抽了就摸摸口袋 吃一粒糖 袁老说道 其次 饮食离不开五谷杂粮 袁老在接受采访时指出 自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 在饭桌上最离不开的 就是米饭和五谷杂粮 最爱吃的就是米饭 袁老师不吃营养品 保健品 不吃大鱼大肉 吃得比较清淡 袁老师吃的量不多 但样数多 他饮食很注重搭配 水果要占饮食的至少三分之一 有那么几样永远吃不烦 像花生米 橙子 每样吃一点 不仅早餐吃粥 中餐晚餐都要吃一碗 红薯这样的杂粮 他也喜欢吃 袁老师的学生 星夜云接受采访时说道 再者 袁隆平天天坚持体育锻炼 喜欢游泳 打球 骑摩托 拉小踢琴等 以前身体情况允许是 他每天都要游泳半个小时 他喜欢自由泳和挖泳 而且他还喜欢打排球 每天都打 学道老是袁隆平的座右铭 他说人到老年注意用脑 可预防老年痴呆 他对麻将 还有着不同于成人的看法 他认为麻将里面有辩证法 也能使他的脑里得到锻炼 88岁生日这天 他这样过 2018年9月7日 是杂交水稻之父 袁隆平88岁生日 他庆祝自己生日的方式 是全程参与同一天 在长沙举行的首届国际道座 发展论坛 与各国专家一起论道 试看实验田 做全英文报告 一大早 袁隆平就从家里出发了 八点开目视 他准时走到台上 向来自世界各地的 水稻专家们致辞 休息了不到十分钟 他又和国内外专家 一起上台讨论 目前世界水稻的发展趋势 论道一结束 袁隆平又带着大家 一起去看道 短暂午休后 下午两点 袁隆平再次上台 向大家做了 发展杂交水稻 为世界粮食安全 做贡献的发言 88岁的袁隆平 一直站立在台上 用全英文 讲完了这场 二十分钟的报告 走出会场时 袁隆平透露 他的生日愿望 朝美工精道骨产量 18吨的目标 继续努力 爱游泳 爱打排球 他是身板硬朗的人民农学家 在工作人员眼中 袁隆平其实就是一位 身板硬朗的人民农学家 老人夏天 从不要人搀扶 拿起套鞋 脚一蹬就走 袁隆平说 我有八十岁的年龄 五十多岁的身体 三十多岁的心态 二十多岁的肌肉弹性 袁隆平的业余生活也非常丰富 钓鱼 打排球 听音乐 他说 就是喜欢些不花钱的平民项目 据媒体报道 袁隆曾说自己最热爱的体育项目是游泳 游泳技术是一流的 如果身体条件允许 袁隆隆每天都要游泳半个小时 快乐就像一粒健康的种子 常常做自己喜欢的事 快乐的种子就会发芽 袁隆平常说 快乐就像一粒健康的种子 常常做自己喜欢的事 快乐的种子就会发芽 他对工作倾注了满腔热血的爱 无论是在田间地头 还是在实验室 都毫无怨言 他还说 健康的身体要从好的生活习惯开始 在一次采访中 袁隆平老先生 公开了自己一日三餐的饮食秘诀 细嚼慢咽 七分饱 因为现在打工者都面临着 996007的工作压力 许多人吃饭都是狼吞虎咽 甚至吃得不规律 有时12点吃午饭 有时忙到下午两三点才吃 这都是极不可学的 也是不提倡的 袁隆平老先生 每天都要准时吃饭 吃得清淡 细嚼慢咽 每顿饭都是七分饱 少时多餐 下午茶也会有 别一次吃太多 近时慢 则身体肠胃 就有充足的时间进行消化 分量少 品类多 就能控制每次的卡路里摄取 对身体来说更科学地吸收 早饭吃好 中午吃饱 晚上吃少 我们喊了很长时间这个口号 但能做到的人却很少 而袁隆平的老先生 早饭种类很多 有牛奶 粥 蛋饼 玉米 红枣 红薯 水果等等 为的就是多吃不同种类的食物 吸收各自的营养 中午的时候 注意素食搭配 不要只吃素 可以多吃牛羊肉 少吃肥肉 多吃鱼和海鲜 少吃骨类猪食 晚上则可以少吃一点 可以选择用五骨代替米面 多吃五骨 不要总是想吃米饭和面食 五骨杂粮具有更适合人体吸收的主要营养成分 对人体有益 饮食清淡少盐少油 食谱因清淡 不能总爱吃重口味 要少盐少油 若吃油盐过多 则会增加善负担 引起肠胃不适 最终形成结食等病症 对老年人来说 尤其要多吃水果 补充维生素 水果内含的各种维生素 不仅能健脾 疏干 而且能及时补充人体所需的各种微量元素 从来保持身体活力 最后 袁隆平老先生深有感触地说 其实 我最大的兴趣是和年轻人在一起 经常和年轻人在一起 我就觉得自己还年轻 也充满了青春活力 在老伴邓泽的眼里 生活中的袁隆平就像个孩子 他热爱身边一切事物 这种热爱 大的国家 人民 土地 小到身边的一草一木 农科院里的草绿了 枝叶发芽了 袁隆平常常是第一个发现的人 英语里有句谚语 在严峻的事实面前 要放轻松一点 对平常的小事 则要严正一点 一个人拥有好的心态最重要 袁隆平这样诠释 他那三十岁的心态 做自己喜欢的事 不闲着 袁隆平院士的养生哲学 你学会了吗 好了 这篇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建议大家 一定要发给身边 所有的中老年朋友们看看 也不要忘了右下角点击订阅 和志恒相约 每天不见不散 我们一起成长 一起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